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 理财产品跟储蓄业务分属银行的不同体系 所以理财产品不像银行储蓄是可能会产生亏损的 而很多理财产品的销售人员为了个人私利 经常向咱们无知的普通投资人推销高风险的投资产品 这产品不出事还好 一出事就悲剧了 那么银行理财到底有哪些套路呢 套路一 除了银行自己的理财产品以外 有时候还会代销保险 基金 信托等业务 有很多小伙伴就上了套 本着赚取收益的目的去银行买理财产品 却被销售人员混淆了概念 买成了保险 保险没有存取和利息的概念 能不能获取保险金是不确定的 而且银行卖的保险基本上都是理财型的保险 保障的功能很小 所以就算你想买份保险 最好也别选择银行 套路二 有些时候银行会把代收产品当成自发的产品败 可能还会向客户隐瞒风险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买的产品其实不是银行的产品 而风险也不是银行承担的 套路是无穷尽的 只能自己注意一点 以免踩进了陷阱 凡是口头承诺百分之百保险的 大多数都是套路 最好能让销售人员把所有的承诺都写进合同 这样如果有纠纷也能算个保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本视频素材原则网络由爪亮机剪辑配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问我们点赞并分享 更多科普短视频请持续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 拜拜